这个很便宜吧 500块 这个 300块 这个 100-150 包买家室 包买全部东西啦 应该接近有 40多千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神 相信你们之前有看我 上一部 在上一部的影片 就是介绍我的家嘛 对不对 在影片的下面啦 有很多人很热烈的讨论 就是说 他们很想看我们 已经改变了的物质是怎样的 OK 所以呢 今天 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 我只改变的全过程 OK 相信你们看之前的影片 看我们的客厅啊 是空的 对我感觉很奇怪 诶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东西 今天呢 我们的客厅 是非常的乱的 给你们看一下 OK 我们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有 这个 这个你们有什么玩的 这两个 一开始介绍的时候 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床 全部都是空的 对不对 但是不用紧 今天 这个 take away 床公司啦 它是马来西亚的牌子来的 它 赞助了我们 5张床 OK Micky 2张 我 3张 这边我要放我们的房间 还有我们的客房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们会打算放另外一个房间 所以 事不宜时 这个床呢 它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款的设计 不知道讲什么那些 pattern的设计啊 是它们里面的材料哦 是不一样的 它们有 有糖工 有全棉花 然后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啦 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下面 如果你们有兴趣购买这个床的话 你们可以在我的底下的链接 上面看 OK 相信你们都会很怀疑 这个东西 是一个床吗 没有错 它就是一个床 为什么 我会选这个呢 是因为Gladish介绍我 他跟我讲很好 躺得很舒服的 发梦会发到很好 我梦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OK 我们先把它放去楼上 然后开给你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样的 OK 所以 事不宜时 我们马上开始 Let's go 这个 就是我们的 第二箱 我们先到时候给你们看的时候 是空的啦 我跟你讲 你们买好这个啦 你们完全就是 你一个人来处理好你们的东西 啊 然后 他们会给你这一把 很安全的小刀 为什么要这个刀呢 我等一下就给你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这个刀 OK 这个操作 太简单了 它开好就这样子了 我们就把它推过去 这个床啊 不是这么小啦 而且不是这么薄啊 你们不要误会啊 所以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个特鞋 我们各了各后啊 它的气就会进去 它就会变到很长很高 看到吗大家 这就是它的特点 然后一个人其实很累的 然后我这张床啊 我没有放三个不一样的 有一个咧 我还没有开闲性位 暂时还没有用到 然后这个我们的房间是因为 这个房间已经要有人睡了 然后 一样的 我的房间 跟这个 也是差不多一样 也是这样子的 给你看啊 这个房间已经改造完成了 你们知道吗 我跟你讲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我开了 我房间的嘛 我决定了 我要换这个去那边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 这个是 全部是 暖暖的咧 这个很舒服 这个我决定了 我们要换床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们要 买的话 我会停车里面买这个 有红 有蓝色的 我不懂我那个是不是有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真的是比我那个很舒服 来我们看一下 我要试探一下到底 这个比较舒服 哇这个 宝贝 相信我 今晚也会很爽 OK现在是 呃 第几天了啊 忘记了 因为我这个House Tour 就是整正完成了 的House Tour 是要花 大概 一个月的时间来拍摄 因为 现在我的房间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还没有给你们看一下 我现在的房间是怎样 刚才你们看前面的画面是 那些人来安这个草 OK 我们要很感谢 go glass这个公司 go glass trading sponsor我们 这么大的草给我们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种草啊 加你啊 或者你要爸爸妈妈 有兴趣要种草啊 种草加草啊 他们也有啊 你们可以去找这个go glass的公司 因为他们的服务很好 然后又很快啦 所以我会把他们的电话号码 他们的Facebook link 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那边联络他们 OK现在我们就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process 到底现在在做什么 因为哦 before弄这个假草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把地上的泥土全部铲掉 就是这样子 然后铲掉了 过后放沙去这边 然后才可以豆草上去 我们会弄这边 还有会弄这边整块地啊 OK 过了4个小时过后啦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成品是怎样 tada OK啦 其实它是还没有弄好的啦 今天只是要谈我的地 然后铺这个啥 然后呢 明天就会正式放这个草 看到吗 这些草已经全部send过来了啦 所以这边要再次很感谢go glass啦 sponsor我们这些真的草 给我们的花园可以很美啦 大概明天的时候啦 我就会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房间 还有整个草原 会变成怎样 还有我们的客厅 还有我的拍摄的地方 到底花了多少钱 然后 到底有多么的美啦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很不错的啦 我不懂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啦 如果你们觉得好看的话 记得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怎样是好看的 OK 所以我们明天见 这就是完全品啦 你们看是不是很美 我已经弄好这边了 然后还有那一边 OK 哈啰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不懂了 不懂是第几天了 好像是大概两个星期过后了 因为我这个room tour 要用一个月来拍 因为那时候相信你们也知道 我弄了一个家草嘛 然后我就弄了 哎呦我弄了家草 那是争吵来的 OK 那弄了争吵过后啦 我就来decorate我的房间 然后现在我的房间 大致上已经是成功完成了的啦 然后现在我就会给你们介绍一下 现在我的房间 我的工作的房间 我拍摄的房间 的样子到底长怎样呢 然后我 到底我这个房间 花了大概多少钱去布置 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 OK 从门口一进来啦 你们就会看到 这边 有一些比较很潮流的东西 OK 好像是很潮流啦 OK 这个是纸袋扎机来的 这个都是我在上网全部订回来的啦 这个是给我其中一个拍摄的环境 然后这边大概花了一个 这个椅子大概千多块一张 这个楼梯也是千多块 我忘记具体是多少啦 但是我大概大概给你们讲是多少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也是淘宝买的 这个比较便宜 这个好像是 我忘记了 这个箱子呢 也是淘宝买的 这个我记得 大概人民币30元 然后来到了这边 就是我的电脑 平时 我会在这边剪影片啦 然后 还有看影片的时候 就在这边啦 然后这个就是 这是我觉得最帅的主机 因为它真的很大个 很美 然后这个主机啦 我逗完了啦 大概要花 大概要花一个 20多钱 嗯对 里面没有错 因为里面的SPEC 里面那些东西 是我拿最新的 最购力新的 所以要很多钱 然后我的摩尼特大概 2000多块咯 会有灯的 因为我这个是Olin 它的灯后面照出来 也是Olin 然后还有Keyboard Keyboard大概500块 Mouse大概 20 欸 Mouse好像是200多块 不好意思 这个Mouse Pad 还有这个椅子啦 都不用钱的 因为是有 Sponsor的 OK 这个Sponsor 我的老板呢 他很好 他跟我讲 你需要什么 就跟我讲卖了OK 我下次就跟他讲 我需要一台电脑 我看他会不会送给我 OK OK 我们要很感谢 Say This 就是Malaysia的总代理啦 他们 啊 宽设我这个椅子 还有那个 Mouse Pad 其实他要给我很多东西 我跟他讲 不用这么多啦 因为其他我都有 下次我不够 我来找你拿 OK 所以哦 这个椅子啦 是他选给我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椅子 跟我这个颜色叻 是非常 是非常的适合 然后他是 很舒服的 然后哦 他有很多不一样的款式啦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我的 Description下面哦 那边有一个link 你可以按过去 给他们了解一下 到底他没有几款 这个椅子 其实他们有很多款 而且哦 每一个都很舒服啦 因为我那时候去他的店 我有去坐 然后每一个都觉得 嗯 很舒服一下 不知道最后我选这个 是因为这个红色 是趁我家你的 Design 那个颜色 OK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记得去买啦 因为他的价钱好像是 有很便宜的 也是有很贵的 一分钱一分 一分货啦 OK 但是相信我 当你们做了这个椅子啦 你们打game的时候啊 你们会感觉自己哦 好像很厉害的 因为那时候我跟我朋友讲 我有来嘛 我跟他讲 我坐在这个椅子哦 打那个王子 然后我应该不会输 然后结果我一直赢 一直赢 一直赢哦 应该是这个椅子的关系啊 弄到我好像 变成职业选手了 总之你想买的 你们找他 就可以了 因为哦 你们真的什么都有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器材 的地方啦 OK 其实我的器材 还没有搬完回来的 我的器材有些还在我的家啦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 放相机的地方 有很多 这种vlog的camera 然后这种是拍广告用的 然后这个是拍 我不懂拍什么用 总之是我有什么 就用什么 然后我现在用这种 也是我平时拍的东西 会用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玩 Nintendo 然后这张床 是我跟Micky 吵架过后 应该会睡这边 准备用的啦 我最想给你们分享的 一样东西哦 就是我的 收藏品 就是这些 啊 这个就是我最近 收藏的东西 OK 然后还有这个 盾 这是我的奖牌咯 然后 这个是我的名字 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下 到底 我最近花了多少钱 OK 这个 铁的完全就是 拍电影的1比1的 那个垂直 大概1000多块 这个 很便宜吧 500块 这个 300块 这个 100到150 每一个这种小小个的都是 这些啊 都是100到150之内的 但是Ironman比较贵 因为他有送这个灯 大概300多块 这个头咧 Airman的头咧 是 250 那时候有 Promotion 这个 是250 这个 1000多块 因为它是一个 Speaker来的 所以我大概在这边花了 很多钱啦 你们算一下 到底我在这个工作室 花了多少钱 然后 这边就是我 全部的 设计 所以我等下啦 我网上啦 就给你们看一下 网上这边的场景会是怎样 因为我的房间有放了一些 LED灯 所以 我们三个小时过后 网上的时候 再给你看 一个完整版 网上到底是怎样的 ok 所以我们等下见 A few moments later ok 现在这边有网上的view 就是有灯啦 然后 每次我就会 过来这边玩有东西哦 这样子 你们看到我的情况 是这样的 ok 以上就是我的 最新的room tour了啦 其实这个tour咧 是想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房间里面到底 design到怎样 然后 呃 大致上花了多少钱啦 然后其实这边啦 包买家室 包买全部东西啦 应该接近有 40多钱啦 可能我会写50钱啦 表题 因为比较好算嘛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们喜欢这集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影片 还是你们想看什么挑战 看什么饿疹 看什么 总之你们想看什么的话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会去看 看了过后 我觉得ok的话 我就会去拍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好